大家好 8月17日 第三部视频 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为什么讲故事呢 就是 我呢 受条件有限 然后个人能力 也非常有限 表达能力 更差 这个经常的说不明白 讲不清楚 词不达意 真是 只能是自己 尽量去努力 往好处去做 希望不浪费 看我视频的 朋友们的时间 今天 讲个故事 这个 这故事呢 是身边的 邻居呢 有一个 老汉 这个我们就叫他 邻居老王吧 这个老王 王老汉呢 今天痛打了他的 小儿子 老王家家大业大 人员不少 他为什么打他儿子呢 这个说来话长了 很多很多年前 老王家 这个 很穷 老王呢 把这日子 过得也不好 没有起到一个好的 当家人的一个作用 老王呢 还一生缺点 当过土匪 犯过罪 对家人也不好 自己 干活不多吧 享受在先 吃苦呢 都让家人去吃苦 有很多这个 家人的劳动成果呢 都被他 以各种歪理 家规 占有 老王呢 老王呢 这些年呢 干的坏事 不少 邻居们呢 也都议论纷纷 老王啥事都干 偷摸 拐骗 造假 过 对家里人呢 非打即骂 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呢 第一不让你说 第二说了呢 关小黑屋 打骂更是常有的事 好东西都归老王 甚至呢 老王还干 爬灰的事 调戏儿媳妇 等等等等 什么坏事都干 这个老王的小儿子 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年前 老王把 家里的日子 过得不堪 露幕 然后呢 和别的邻居呢 产生了矛盾 产生了矛盾 那个邻居呢 就和他家 打了一仗 打架次数不少 好多邻居都和他家打架 其中有一家 邻居呢 比方说叫 老欧家吧 老欧家呢 打完让 给他说 老王 这个打架损失不少 这个 我和你做生意你也不愿意 就把你这个小儿子 过去给我吧 给他一小块地 这块地儿呢 这块地儿呢 我也 先用着 方便呢 在这条街上呢 做点小生意 老王 被逼无奈 就把小儿子 还有一小块摘基地 给了老欧家 可是呢 过了很多年 老王家这个家里人啊 还是很勤劳的 非常非常的勤劳 即使受雇了老王的盘剥 还是把老王家 渐渐给撑起来 老王呢 就可以老欧商量 这块地儿 摘基地你也用了这么多年了 我现在也加大业大的 我也想用 当时打架 你也不是太光彩 就还给我吧 还有我这小儿子也还给我吧 老欧家也是出于 当初 夺地也不是特别光彩 现在呢 在和 这个老王家 产生矛盾呢 也不利于以后 再开展生意 就同意 把小儿子 这个 叫 什么呢 叫小王 小小王 就把小小王 还有那块 摘基地 就还给了老王 这时候 这个小小王啊 可了不得 当时没看出来 就是个笔体孩 这些年 小小王又学习 又努力 在外边把生意做得可大 而且呢 人呢 英俊 潇洒 知识渊博 大家都喜欢和他来往 这块门口的小小摘基地啊 在小小王的这个治理下 带领下 风生水起 日进斗金 赚了大钱 而且呢 这个小王也是成家立业 这个小小王成家立业 这个小小家庭里面 也是人才辈出 做金融的 做技术的 做贸易的 真的过的日子不错 这个小小王家 一回到老王家 一下子就把老王家的这个日子 更是这个 带的日益红火 老王家好多这个生意啊 现在啊都直接通过小小王 来往外 往外走 赚了大钱 白花花的银子 往这个兜里流的不少 而且老王家 再有 下大雨啊 这个 让水烟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事啊 小小王啊 也都是慷慨解囊 从不落后 小小王还是很孝顺那个孩子 可是现在呢 为什么这个老王 要打小小王呢 大家都是 奇怪啊 这么好的孩子 又给家做这么多贡献 为什么打他 话说回来 没办法 这个小小王啊 有了钱 也学了好多这个 外边的先进的这个知识啊 满脑子的 这个想自己说话 做主 对老王好多看法 也看不对眼 时不常的给老王提些意见 做些做起事来呢 也是 又是什么自由啊 又是什么先进啊 又是什么民主啊 又是什么不大听老王的 家里的其他人啊 看着小王的这种做法 也都充满了羡慕嫉妒 甚至有很多人啊 也想有样学样 老王呢 怀恨在心 想 不教训他 都跟着有样学样 我这个 日子不好过 以后我说了不算了 真要是什么 这思想那思想 这自由那民主的 不让我当家做主怎么办啊 我的好日子就没了 吃喝嫖赌抽 这些人都不给我了 我 这一把年纪 又老又病 头上长疮 脚底流浓 身上全是癌症 这在这么一闹起来 我吃什么喝什么 就找了个茶 借着这个小王啊 这个 犯了一批 书 哎 老王说 你这书啊 思想不好 有可能是非法出版物 都交出来 小王呢 说有书号啊 老王说 你还敢还嘴 然后当街 摁住小王 就是一顿痛揍啊 打得鼻青脸肿 小王家里 谁出来求情 哎呀 我们又被家里 做这么多贡献 就是 做了点这个事 也不算什么呀 也不是非法的 也正常的 你就抬手吧 老王不听 老王说 我这是依照家规 家规啊 从你们家 这个小家里啊 说了不打算 不行 都等按我这个 大家规来算 小王家 还有邻居家 都来劝家 说 说好的 人家老欧家 把小王 还有这家业 都还给你 你不干涉 这个小王家的事 咱们都是白纸黑字的 从村里 都做了这个什么呀 都做了 村长 都都都 都那里有备案啊 都说好了的 你也 你也签了字 按了指纹的 老王说 我这是按家规行事 这是我的家庭内部事务 谁也无权干涉 既然都是我家里的 我当初承诺的 就已经承诺完了 已经是我家里人了 我想咋地咋地 我也咋地咋地 接着又是踢又是打 然后把小王家里 说话的那几个 儿媳妇啊 孙子孙女啊 也劈里啪啦地 一顿冲奏 这个事情到这儿了 我看他心里挺不是滋味 承诺好人家小王家的 怎么过日子你不管啊 村里有备案啊 原来有一个协议啊 然后小王哪对不起你啊 不就是这个 你看到害怕家里人跟着学样吗 你自己好好努力 自己把家规改一改 你自己也不要老是鱼肉家里的人 也没人马上把你要赶下去啊 老王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立威 就是为了家里不能出一个异己分子 否则都有样学样 他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这就是罪恶的老王 为什么打小王的原因 哎 没法说 好像邻居已经有去叫警察的了 有去打算去法院去告的了 我们看看后边事情会怎么样吧 小故事讲完了 拜拜